現在你看到這是最新的Outlook的一個介面 很多人和朋友聯絡 會用電郵或者是社交網站 同時用網上通訊程式 如果將這些功能都連結整合起來 會不會更加方便呢 在Outlook上你會看到 其實這是一個比較簡潔的interface 在最新的Version 譬如說我亦都可以連結上Facebook 或者是LinkedIn、Twitter 會知道究竟它發出了些什麼 最新的有些什麼動向 資料處理我們都可以看到 除此之外我亦都可以即刻 可以即刻挨握它 又或者即刻和它有video conference 個人亦都可以即刻做得到 我亦都可以直接在這裏 call Skype去用 由於很多人都會在電腦儲存大量影像檔案 混沌技術可以方便用家隨時隨地 讀取和儲存檔案 又容許多個用家同一時間 修改同一份文件增加互動 根據港大的調查 香港家庭平均擁有五部或以上電子設備 包括桌上、手提、平板電腦和智能電話 有見及此 全球最大軟件公司微軟 推出全新家居版Office 365軟件 不但引進雲端技術 更加以年費的形式提供服務 700多元一年就可以供五部電子設備使用 而且會自動更新版本 客戶其實要看實際環境 去看哪一件事比較合適 例如有些家庭有幾個人 大家都要用電腦 例如我自己 我家裏有四個人 大家都要用電腦 我想用365可能比較合理 但如果一個人只有一部機 或者一兩個人一部機 其實用傳統的2013都未嘗不可 都是可以享受到很新的Office的版本 應用到雲端技術 就需要有高速的寬頻網絡支援 微軟香港分公司和香港寬頻合作 指雙方的目標客群都很相近 而兩間公司未來會將服務擴展至中小企市場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 胡可文部到